上主,我投靠了你,永远不受受辱 求你拯救我,说你给我暗设的陷阱 因为你是我的导护者 因父及子及称臣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聪,圣事等谁与你们同在 使你的心灵同在 大家平安 神父平安 我想我们见证了人与人的冲突 一个民族跟另一个民族的冲突 国家与其他的国家的冲突 我们看到了俄罗斯跟乌克兰这样的战争 其实这个的冲突在我们的圣经里面也有 在旧约我们看到以色列跟其他的民族一直不断的冲突 但是更早的可以看到在家庭里面也有冲突 在今天的读经我们将听到是兄弟把自己的兄弟就卖掉 本来想要把自己的兄弟若瑟要杀死 就是这些就是亚格勃的孩子们 想要把罗斯要杀掉 但是到最后把它卖掉 冲突一直不断的在我们中间 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 我们祈求天主给我们力量 能够创除这些冲突 从我们的生活中 现在我们大家忍醉准备我们的心 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自言行为上的卧师 我罪 我罪 我们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生同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 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全能的天主 求你恩赐我们 经过自我精化的悔改 和赎罪的神功之后 能以圣洁的心灵 应接即将来临的愉悦情节 以上所求 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及圣神 永生永往 阿们 公读创世纪 以色列爱若瑟超过其他的儿子 因为是他年老时生的 他给若瑟做了一件彩色的长衫 他的哥哥们看见父亲偏爱他 就记恨他 不肯与他和气地谈话 若瑟的哥哥们到摄根 去目放父亲的羊 以色列对若瑟说 你哥哥们不是在摄根 放羊吗 来 我要打发你去看看他们 于是若瑟便去追踪他的哥哥 在多唐找到了 他们从远处就看见了他 在他走近以前 就决定要谋杀他 他们彼此说 看哪 那做梦的人来了 我们杀了他 把他抛在枯井里 我们就说 是被猛兽吃了 看他的梦会不会实现 罗吾本听了 就设法从他们手中救他 便说 我们不要杀害他 罗吾本又对他们说 你们不要流血 把他丢在这旷野的湖井里 不可下手害他 他的意思是想从他们手中 救出他来 交还给父亲 若瑟来到哥哥们那里 他们就脱去他穿的那件 彩色的长衣 抓住他 把他丢在井里 那井是干的 里面没有水 他们坐下吃饭 举目一望 看见一对 从基尔阿海来的伊斯玛尔人 他们的骆驼 满载 树胶 香溢和香料 要下到埃及去 犹大对兄弟们说 我们杀害自己的弟弟 把罪行隐瞒起来 有什么好处呢 不如把它卖给伊斯玛尔人 免得对他下徒手 他毕竟是我们的弟弟 我们的骨肉 兄弟们都同意了 米德阳的商人 经过那里时 他们便从井中 把若瑟拉上来 以二十块银钱 把它卖给了伊斯玛尔人 商人便把若瑟带到埃及去了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你们该纪念上主所行的奇迹 你们该纪念上主所行的奇迹 上主在那地方降下饭 上主在那地方降下饥荒 断结了急需的食粮 他却预先派遣一位使者 就是那被卖为奴的弱色 你们该纪念上主所行的奇迹 他的双主扣上了脚镯 他的颈项带上了枷锁 直到他所讲的预言应验 上主的话证明他未尝欺骗 你们该纪念上主所行的奇迹 于是君王下令释放了他 立他为国家的宰相 一切财务的总管 你们该纪念上主所行的奇迹 基督愿光荣和赞颂归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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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了仆人,扁打了一个,插了一个,又用石头砸死了一个。 原主又打发一些仆人去,人数比以前更多。 原护也同样对待了他们,最后他打发自己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说, 他们必会敬重我的儿子,但是原护看见是他的儿子,就彼此说, 这是继承人,来,我们杀了他,就能得到他的产业。 于是,他们抓住了他,把他推到园外杀了。 那么葡萄园的主人来到时,要怎样对待那些园户呢? 他们回答说,要毫不留情地消灭那些恶人, 把葡萄园主给按时交纳出藏的园户。 耶稣对他们说,将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五角的鸡石。 这是上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神妙莫测。 这句经文你们没有读过吗? 因此,我对你们说,天主的国必从你们手中夺去,交给结果子的外邦人。 实际上,和法利塞人听了这些比喻,知道是指质他们说的,就想抓捕他。 但又害怕民众,因为他们都认为耶稣是一位先知。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大家平安 是礼拜二从福大的中修院回来,在路上,在途中,就听了广播。 那广播的这个主播,他就讲了,他说我们听过了,我们要爱人, 但是呢,我们应该是怎么去爱人呢? 我们不需要做一个伟大的事情,才算我们是去爱人。 他说我们在每天的小事上,我们应该为在我们后面的人着想。 每天在小小的事情上,我们要为在我们后面的人着想。 他就说,比如说我们吃饭,我们用盘子玩,我们吃完了,我们也要把它洗干净。 为了后面的人,他们要用的时候,他们用干净的盘玩。 我们用完了,我们把桌子要擦干,甚至我们地板也是要脱干净。 为了后面的人,他们来用的时候,他们也应该是有舒服的环境。 我们丢垃圾也是一样的,不是随便丢。 那后面的人,那个情节人员,他们来收垃圾的时候,也成了他们的困扰。 我们有想好,把可能是垃圾分类什么的,我们要做好。 这个是表达我们对别人的爱。 从这里我们要看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我们也应该也可以去做的,为后面的人要使用的,为他们着想。 在公园也是一样的,我们来享受这个公园,但是我们也让别人来的时候,他们也可以享受这个公园的美,而不随便丢垃圾。 在今天的福音,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葡萄园主,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应该是非常非常有爱的,他为后面的人造想。 后面的人是谁? 就是葡萄,他要组给葡萄园户这些人。 我们如果到以色列,我们去朝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土地是怎么样的土地。 有非常非常多的石头就在哪里。 那现在我们看的可能是,因为他们用比较现代的一个方式来灌溉,来经营,来耕种。 所以看着是比较好。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以前的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把石头堆在这里,堆非常非常的多。 我们可以想象,那时候的石头应该是到处,就是满地,都是石头。 今天的葡萄园主,他把这些要清理干净,把石头放在边边当作篱笆,把石头也放在一处当作手腕台。 不就是这样的,他把这个土地也送得非常非常的好,他种的葡萄,应该是精选的葡萄。 那这个还不够,他还准备了炸酒池。 他就是用石头,那石头上面要把它转到,下面还要收这个葡萄池。 所以这个葡萄园主,他为后面来用的,想得非常非常的好。 他也做了非常好的准备。 很有爱心。他做完的,他就把这个葡萄园主给这个葡萄园户。 但是后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人他们来跟踪,他们来照顾这些葡萄,他们的心在哪里? 他们的心有没有为别人去着想呢? 没有,他们只是为他们自己。 本来他们有没有,可能是没有土地。 他们后来,他们就是有了这个,可以照顾,他们有了收入。 从这个葡萄园里面所熟的这个葡萄园,他们有了收入。 他们有了收入。 他们也可以以感恩的心,把属于主人的要给他。 但是我们看到的,主人派遣了人来要拿属于他的。 他不但,这些葡萄园户不但是不给,还打了,杀了。 甚至葡萄园主的儿子也是找杀了。 非常非常的穷,一点的感恩的心都没有。 我想这个比喻就是告诉我们,天主照顾我们,是非常非常的, 他把他的恩宠赐给我们。 我们输不完,天主所给我们的恩宠,我们输不完。 我们应该是以怎样的心来给天主的回馈呢? 是像今天我们所听到的葡萄园户。 是否拒绝,而也是杀害吗? 我们应该感恩,感谢天主给我们无数的恩宠。 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意向,一起奉献与天主。 天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原形,使你却都增加你的光荣,帮助福音的掌握。 天主,愿你以圣从充满我们的心灵,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且以你的旨意为卷生。 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力、全力、全力、孝爱你。 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崇拜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求把圣母玛利亚,洗出圣人圣女的皇家,终身适合你。 天主,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生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及一切恩人, 生于教会首长、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这些天的安慰者圣神,亲祝于我们,其一切信有的心中。 求赐我们敬畏及敬畏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起成见,少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上位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过得你的这里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寿显阳。 愿你的夺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 担救我们免于修和。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并得心明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及圣神将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里程,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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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得到 千里万年祈祝